今天釀製三色椒 青椒 黃椒 紅椒 釀魚肉 我剛才放多些生粉 釀製魚肉裏 讓它不容易掉出來 釀製魚肉 現在加一些胡椒粉 攪拌橫沉 接著切黃椒 這些是不要的 撕掉 丟掉 有些白色這些都可以撕掉 撕掉 少許 這些白色這些都不外 撕掉 撕掉 還有 這些尾部有少許 切掉 白色的尾部也是 切掉 切掉 然後釀下去 弄平 然後釀下去 按一按平 到時 它就 不會那麼容易 脫出來 我把它做完 其它再做給大家看 現在釀一個 青色給大家看 鸡肉養飽滿 這樣就不容易脫出 再用紅椒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開始煎這個三色椒 先加些油 用小火去煎 先加些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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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煎好味 差不多了 因為在旁邊 旁邊的這些比較差 這些可以放在旁邊 這些放在中間 旁邊的這些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 放在旁邊 這邊還可以 先加些香蕉 放在旁邊 然後再加些香蕉 放在旁邊 先加些香蕉 放在旁邊 其他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其他放在旁邊 其他都煎好了 最後這個 有些我不煎那麼焦 因為今天我去到我媽媽 我媽說不要那麼焦 現在其他放在旁邊 全部放在旁邊 全部放在旁邊 這樣我們會放在旁邊 這樣我就加了蠔油 大量一湯匙 還有至少三反 還有水 在旁邊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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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一點的火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打開 然後再放在旁邊 � aware 捲醉一下 讓它吃美 EP 好 是梳干干的汁 三色洋青椒 这样就做好了 很简单又好吃 还有很多颜色 我看到也很喜欢吃 如果喜欢这条片请点赞 未订阅朋友请你订阅 分享给朋友观看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